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视频 现在时间是4月16号 在这视频里面会讲一下 这个SMV500大盘的情况 然后再说一下今天买入的VTR 跟ABMD 然后最后再聊一下 聊聊投资这个BLOCKSTONE 就是黑石集团 这个股票的 这个代号是BX OK 聊一下 因为今天有 说到一位观众问我就是说 觉得投资这个BLOCKSTONE 怎么样 我讲是说 其实原则上我是挺喜欢的 我曾经有想过 差一点买了 后来也没买 OK 那我在这四面 我讲一讲 稍微讲详细一点 BLOCKSTONE的事情 但是在 但是不好意思 我想跟大家讲一句说 在开始这个视频之前 我稍微说一点小事情 就是说我今天在我的 一个脸书群里面 美股交流记录群里面 我看到这个东西 不知道谁某某发这种东西 说什么你可以赚钱 什么不用投资 很简单 请联系这个方式 说你轻松可以改变人生 还有我 像我看到这种东西 我是很反感的 不要 我 我要在下方留言 我说你不要在我的 不要在我的视频留言 任何地方发这种东西 垃圾邮件 我马上拿去那个屏蔽 或者说报告给 这个 这个 报告上去嘛 或者报告给YouTube或者 脸书或者谁嘛 所以说你不要放这种东西 上去嘛 非常反感 我对这种东西 之前的话在 之前在YouTube上面 也有收到这种信息嘛 我都把他们给那个屏蔽了 就是他们再也没有办法 在我的 评论里面留言 我非常讨厌这种东西嘛 完全没有任何营养的东西 我想说就是 如果你有本事 你如果是真实的 要真功夫 你把你说的东西放到YouTube上面 展现给大家看 你可以不要 你可以保留你的秘密 但是你可以 实际每一天的操作 每一天的过程 你把它记录下来 给大家看一看 你不要说什么以前怎么样 我不管你以前怎么样 就像做交易的人 很多人可能在某个时间段 某个时间段 他的系统可能 他赚了一点钱 确实也是真的正好 但是他并不能够说 我永远赚钱 所以说我这个人是很简 我在看交易方面 我都是看 我只知道你现在赚不赚钱 你不要跟我说 你以前赚不赚钱 这并不重要 你不要说什么以前 单纸给我看 我只知道你现在 能不能赚钱 以后你知道吗 你不要跟我说以前 OK 那不好意思 现在来是 开始聊正题的 先看一下大盘吧 大盘的话 你如果看我上一个视频 我当时有画这个信 结果在今天就调 我当时跟大家讲过 就是说 我当时画这个support 在这个地方吗 这个support 是在4月5号开始的 如果你看到上个视频 你就知道了 我说这周的这个价格 如果基本上 我觉得百分之七八十的可能 是在这个地方徘徊吗 一个是在这个地方 我说当时我讲 昨晚凌晨的时候 也是说可能最多 会降到这个地方吗 后来确实今天在 9点的时候上调了 这是我这周的预期 这次上下徘徊 如果好的话 情况好的话 就向下走 那就是此时此刻 凌晨3点 纽约东部的时间 它是向上走 继续往这个方向走 往下走 如果差的话 当然是往下面走 最差的情况 这周最差的情况 会往这下面 可能会碰到2880 2880这地方 这附近吗 可能这个附近吗 所以说目前的话 总的来说 还是在 我的原来预期的一个 正常的范围之内 就是说 这个上下徘徊 OK 这就是目前的情况 这是第一个support 如果你看我上个视频 你就可以注意到 我这个 我已经讲过在这里 一模一样 跟我昨天预期一模一样 那现在就说一下 第二个事情是什么呢 我看一看 今天买入了这两个股票 一个是VTR 一个是ABMD 我先说一下VTR VTR的话 我之前上一周 其实也被打掉了 有被打掉 就是我当时在这里 价格是 大概止损是在 61块5毛4毛这里吧 被打掉 打掉后来那一天 隔了第二天股价又回来了 然后今天又回来了 我在今天下午 大概下午3点这周 又买进去了 目前是赚了一点点不多 但是这个接下来看这几天怎么样 然后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 是26号 所以说还有大概 还有八天 还有九天的时间吗 九天时间 我大概可能在那一天我之前 我会把这个单子关掉 那目前的话我还是看看吧 因为这个这个股票 目前有个很典型的一个 慢慢的下上趋势走动嘛 而且它的变化 股价变化不是很大 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单子嘛 这张我亏也亏的不多 亏的不多 赚一步 赚的话也还不错 如果说赚 如果这里能够 这里能够快速上涨的话 还能够赚一笔嘛 如果损失的话 止损的话 我是非常小的 根本亏不了多少钱 所以说我这一张我是挺喜欢的 我希望趁着这个趋势能够继续能够来一笔嘛 下一个是APMD APMD跟CVS有点像 今天CVS有个比较大的回调 涨了快百分之三我记得 二点几吧 然后这个也是跟 这个也是跟医疗系统有关的东西 我记得好像它是做药品的吧 然后的话 这个这个单这个是5月2号 谁说还有大概 还有十几天的时间 我想能不能够把它涨 能不能看看价格能不能涨 到280 290 就是285到290这里嘛 能不能做一笔嘛 我觉得可能性还是有的 今天的话它涨了百分之0.82 要表现要远远高于这个大盘的情况 大盘的话今天好像 基本上是降了一点点是吧 所以说我感觉 可能会有一些买家进去 其实今天买家已经进来了 所以说我想跟着这一群买家 一起杀进来 一起杀进来 我看看能不能够赚小笔 我不要求很高 我没有说打算在三百 三百四三百五 两六卖出去 我觉得这个有点太久了 我觉得如果长远 这个我倒没有想那么多嘛 我主要是赚个十几块 二十块 这当然我喜欢赚个十几块吧 一股赚十几块 我买了三股 如果说全赚的话 能够对我账号有个比较好的一个 好的一个影响 一个比较好嘛 然后我顺便说一下我今天止损一单是ABT 说一下这次 看看我今天是买了这个ABMD 还有是VTR这两个买进去的嘛 然后今天波音差一点 降了1.1 然后呢1点这个COP降了1.53 然后呢我这一单被打掉了 ABT止损了 ABT止损 我算了算 这一单是只亏了百分之一 这一单是非常薄型的一单 我当时讲过 亏也亏的不厉害 赚也赚的不是很多 所以说这一单的话 我是在78.33买的 然后77.49止损 止损 总共每一股亏了八毛四 然后我总共才买了十来股 十股对 所以说只亏了八块这一单 所以说非常小 亏的幅度是1% 所以说影响非常小 对这就是基本的情况 今天就是买了VTR跟那个ABMD嘛 然后现在说一下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事情就是聊聊Blackstone OK 我给大家看一看这个Blackstone的网站 Blackstone有做好几个东西 首先具体的我想读一个东西吧 我想读一些东西啊 大家有兴趣的话 你去这个官方的网站啊 你去你就按Blackstone 按进去Blackstone.com 你按到这个Firm OK 你按进去 sorry 你按Shareholder Shareholder你去再按到Annual Report 你按进去 按进去走 然后他会把出每一年 他每一年都有一个Annual Letter OK就是 这些公司的CEO 最高管嘛 包括CEO也出来 对今年做一下回顾 你看在这里有 有那个 07年 开始 08年09 1011 127 14156 1718 那么我按进去18年 OK 那我刚才我刚才有看了一点点 没有看很多嘛 我主要稍微看一下 稍微知道一下就好 但是我给大家读一下 看一下这个地方啊 今年的话 2018年 他总共是 他这个Blackstone 总共是 他的资金又增加了 1,011 1,011 1,011 现在总共手上 达利的钱是达到4,720 4,720 4,720 今年2018年 这一年 将整整增加了 1,011 可以想象这多么可怕 光是这里面啊 Infee relate earning OK 光是这些手续费 收的这些 这些达利的费用 就已经达到15亿美元了 15亿美元了 这个收入 然后你看看这家 他为什么 什么原因呢 他这里有讲到 我刚才有看到这地方 OK 这里这就很重要啊 他叫 Our private equity and real estate funds For example Appreciate 10-19% in 2018 Now compared to equity index which declines 4-17% 就这个地方啊 他说2018年啊 他的这个 private equity 就是叫私募 私募私募基金 私募金嘛 他这个公司是私募金 他是专门搞那种 就是说 手上他有很多钱嘛 然后去打理 然后去把很多公司买过来 然后再进行重新重组改造 然后 然后再重重获利 等于说他就是老板了 然后他有的时候 他会把公司卖出去 甚至包括 包括这个地产也是这样子嘛 他的那个策略 我刚才看了 在这里 Real estate 你可以按进去 他主要的这个 有四个部门 private equity technical opportunities strategic partners and real estate 那么我现在 当然他这里还有hedge fund 是对冲基金 他本身也有做对冲基金 他本身也有买股票 卖股票 也是有这个操作的 Real estate 他的操作 他现在 Real estate手上 总共有 总共有投资人的钱 有达到1360亿嘛 然后总共的价值是 2700多亿的 那个地产价值 那个blastone 是全世界最大的 那个 全世界排第一名 最大的那个 他手上的那个 这个地产这个价值嘛 手全世界排第一名 是1360亿 OK 他的操作系统是这样子 他说是buy it 对吧 OK 就是很低的价格买过来 如果他看着 他觉得这个地 这个地段 这个房子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不错 他就很低的价格买过来 然后再重新fix it OK 再打理一下 管理一下 把它或者更新一下 或者装修一下还是干嘛 反正他有很多种方法嘛 然后呢 最后呢 再sell it 再把这个东西再卖出去 所以是赚很多钱嘛 这个公司很厉害 非常非常的厉害 private equity方面 他这个公司 目前 他也制作投资公司嘛 他这个公司去投资别人公司 甚至把整个公司买进来 有点像那个 伯克西尔哈萨维 就是那个巴菲特那个公司嘛 他巴菲特手上 他那伯克西尔哈萨维 手上也 我记得好像有80多个公司吧 组合在一起的嘛 像他现在这个公司手上 他有超过95个公司 他手上有超过95个公司 总销售额 一年的销售 达到820亿 总共聘用45万 超过45万员工 其中包括 你可以看看 像这些一点 你看到没有 这些公司都是有 是他们的老板吗 是真正 有的是达到百分百的股权 有的是百分之一大半的 OK 像 比如说这个是大家应该很熟悉吧 Leca 还有那个Motel 6 Motel 6也是很出名的 在哪里看看 对对对 反正 A real estate 你可以看看 所以说大家 你可以去他网站 你就可以看到他这个信息量非常非常大 信息量 包括那个芝加哥美国第二高建筑 还是这芝加哥最高建筑嘛 这个也是他的 百分百拥有的 还有这个Motel 6 很多那个美国很多这个街 那个汽车旅馆嘛 Motel 6也是他拥有的 还有那个拉斯维加斯 这个很大的赌场酒店嘛 Cosmopolitan of Las Vegas 这个也是他的拥有的 所以说 这个地方 不知道在哪里 这个地方 OK 大家基本上想了解的 然后 看一下说下这里吧 他在公司2018年 总共是回扣 不是回扣 就是 总共就是 Return Return 33亿 33亿美元 给这个 Shareholder 33亿什么概念 这个是非常大 一年总共 Return 怎么翻译 这样或这样 大家应该什么意思 知道什么意思 就是把这个东西回馈 回馈给 对 回馈给股民嘛 这个 Blackstone的那个 股票股民嘛 回馈了那个33亿美元 那么这33亿美元 33亿美元里面 其中呢 他总共是收回了 买回了1600万股票 1600万股的这个 Blackstone 所以说他价格 他帮忙 把这个价格抬高了 所以说 等一下我给大家看看 这个图 你就可以很明显了 OK 那 再 不过等一下 我最后再说一下 我当时其实没有买它 我为什么 我结果去买了Blackstone 你可以来看看 但首先我要说一遍 说一点 这是在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 因为我 像我这种长线投资的话 我会考虑到 当时他那个 2008年金融危机表现怎么样 当时他的表现 其实他的表现不太好 我看了一下 OK 我跟大家看看这个Blackstone 这个地方 对 大家你可以看看 你看这个是从2007年 他是开始那个挂牌 那么金融危机的时候 股票从那个 从30多块降到只剩下 4块钱 4块钱 4块多 你看这样的百分之快 890吧 后来这里一直回来了 回来了 他现在股息也很高 所以没说股息有六点几 然后当时我 然后我后来 你看看这个Blackstone 不 sorry 叫Blackrock Blackrock就是跟这两个公司很 名字很像 其实 这两个公司有很多用源的 当时很多 里面的那个 里面的那个 创始人 Blackstone的创始人 其实原来是在 也是在Blackrock上班的 知道吗 后来他们 有几个人出去了 另外开了一个公司 叫做Blackstone 其实他们有很多 很多的那个 关系在里面 那再看一看 这个是Blackrock 从2008年开始 2007年开始 你可以看看 他的那个Revenue Revenue跟Profit 从来没有降过 一直都向上走 但是你看看Blackstone Blackstone Revenue跟Profit 有降过 对吧 有降过 所以说 所以说当时的话 我的现金有限 我当时后来想了想 我还是决定把这个 我去买了个Blackrock 那么回报率也是非常好的 我是从380 390这里 买了 后来我在 上个月我做了一个视频 我跟大家讲过 我在这里又补了一刀 补了一笔 所以说现在价格还已经到450几 所以说这一张我也是赚了 也是不错的 其实我当时应该在这里多买一点 那么我忘记了 结果我以为我已经买了1万 结果才买了5000 后来才意识到 一直到我2月底 3月才意识到 后来我在这里又补了一张 所以说现在在450几 所以说这一张也是一个时间点找的挺好的 挺准的 其实它从股价的波动变化来说 这两个是基本上涨的幅度是差不多一样的 都一样 然后相对于Blackrock的话 你看看大家看到它的历史 是比较 我是更喜欢Blackrock 老实讲 老实讲 当然从另外一方面来说 Blackstone其实也OK 它的股息是非常高 我只是觉得它的 只是说我当时我看到它08年19年的时候 那这个降幅实在是太太 太闷了 太闷了 Blackrock你看看没有 Blackrock就比较没有多少 大概降了50%左右 这个当时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 基本上所有的公司都是降了百分之五六十 六七十都很正常 所以说我只能说什么呢 就是Blackrock要不要投资长线投资 我老实讲是会的 会的 但是它并不是排在第一列 就是说 相对于比如说 我上次买了一个航空公司 Delta 我更喜欢Delta 比如说是Paxi 我更喜欢Paxi 比如说Cunkash 我更喜欢Cunkash 对吧 还有其他几个股票 我其实更喜欢 像那个Protter Gamble 我更喜欢 所以说Protter Gamble 是我一个 是挺喜欢的 老实讲确实还OK的 还OK 但是现在 我觉得 并不是排在我第一列 但是也是我观察其中一个 如果说它价格很好的话 我愿意买进去 那什么叫好的价格呢 我现在做一下技术分析 简单的做一下 OK 那么现在的话 我画了一个这几个 Support 现在是第一个Support 是在这里 这里是第一个 有买家愿意进来 可能是在这个地方 第一波 如果这是第一波 这是第二波 第二个Support 比较更强 这个是效益第二波 这是第三个 我跟你话讲 这是第三个 第三个是在大概32块 30 32 32 对 所以说我现在主要就是 如果说完 如果说它的价格能够降到 呃 我个人现在是不会去买的 老实讲不会去买 第一点就是说 我觉得如果你有买 有兴趣买的能啊 你可以先等到18号 现在是16号 17号 18号 就是还有两天左右的时间 它的业绩报告就出来了 到时候看看它是向上走 还是向下走 我觉得如果是向上走的话 那就 那就拜拜了 那就以后再说的 不用聊了 如果说线下走 走到这里的话 其实有些人是可以 可以考虑买一笔的 这里可以做一个短线的操作 当然如果降到这里的话 那更好 如果降到这里的话 就更好了 OK 我觉得如果至少要降到32块左右 我觉得是可以考虑做一个 这个投资 对吧 不然的话我是另一个去找其他的股票 另一个去找其他股票 所以说这里是第一波吗 第一个support 这是第二个support 这是第二个support 我个人是认为如果要做长线人 如果按照我个人的标准来说的话 如果我要去买这个blastone 我是在第二波我去考虑 所以说即使他明天后天价格降到三四十块 我也是绝对不会去考虑的 绝对不会考虑 我至少要让他降到三十二块 所以这里 我才会去考虑 那么到 但是在那个时候 我首先要说一下 在那个时候 我也会去考虑一下 有没有其他的公司怎么样 就是说有没有比他更好了 我觉得比较更安全 就像上次 我当时在 在这个 这两个公司 blockrock跟blockstone里面 我就选择了blockrock 我没有选择他 你知道吗 虽然说他的股息很高 其实他的股息真的很不错 达到百分之六点几 现在六点五吧 而且他过去已经连续涨了六年了 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 对吧 就是 我只是实在是看到他 这个07年08年这个价格 实在降得太夸张了 实在那能 很有点 有点 有点犹豫吧 有点 有点不放心 我老实讲 OK 呃 对 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好不好 这个视频讲的有点 有点太多了 OK 好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聊 呃 现在接下来就看看 这个明天 这一两天 波音表现的怎么样 我现在主要就是靠 CBS 波音 跟 对 ABM ABMD我也挺挺期待的 看一下有什么变化 OK好 谢谢 谢谢大家收看 我怎么就先讲到这里 OK 我们下次再聊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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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